11月14号 妻子的浪漫旅行收官 成立沙发长文 坦度心情 她透露 曾经在开路心情 异常崩溃焦虑 她还感谢了 和她一起去旅行的三个伙伴 称影儿是努力又贤惠的仙女 鼓励她好好体会生活 夸赞硬菜而敢说敢做 又坚定地表示 即便被嫌弃也要做自己 表白谢娜 真挚坦言 如果没有谢娜 就不会有纯粹的自己 也夸赞了魏大勋 演技好脾气好 还提及了坐在演播厅的 四位老公们和桃子姐 文莫她写道 遇见你们真好 人生最浪漫的旅行 就是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 有人在偷偷地爱你 芒果老新闻 温暖细腻的沙姐 期待下次再见 咱们到